台中有一群大学生因为热爱火舞自组剧团街头表演 而这个表演的项目就包括了火球火棍甚至喷火 虽然很精彩但是也相当冒险 因为他们得随身携带煤油酒精等等艺燃工具 而表演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防护 台中夜店大火之后不少民众现在又看到这样的表演 有些人是感到有些害怕 从表演者的口中喷出了一团火花 现场尖叫声四起 一旁观众看得是目瞪口呆 大学生的嘴里含着煤油连续喷了三次火 就连一旁小朋友也看傻了眼 喷完火之后接着还有火球表演 以及刷火棍 火舞表演看似精彩 大学生也很卖力 但其实有点冒险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油会洒出来之类的 可是我们有做一个绿油罐 大学生热爱火舞自创火球 火棍和喷火 不过随身携带没有酒精 表演结束直接用布盖住将火熄灭 表演过程中和民众之间毫无距离 现场也没有任何警戒 加上周围都是人形倒立树和LED灯 看板 是不是一燃雾 会不会有危险 无法预知 会啊我怕他飞过来 就用到我 街头火舞目前仍无法归可管 远景只能先劝导 虽然全程都在户外 但像这样喷火 耍火棍火球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大学生表演的这么卖力 但叫人看了冒冷汗 中日新闻公寓的陈丽如台中报道